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我们的健身世界当中门派介绍的天人的部分 它的技能战士和角色定位 好,再来看过了我们其他职业的角色定位介绍跟技能展示 还要包括我们的七大职业的介绍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自己要玩什么职业呢? 我们天人的职业是属于近战的部分还是双刀 在近战当中,我只要看到近战两个字 这个众所不周知,小花是近战手残 有些需要高爆发高走位的那个角色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超级宇宙部队的猪狗队友 所以他这个队我们的走位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到 下面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角色的定位 天人作为火属性的近战输出型门派 具备近场快爆发高的强机动性特点 主动技能组拥有大量的位移效果 这使得他能够瞬间穿插进入敌方的腹地 对敌方后排形成致命打击 输出收割人头后,再通过位移全身而退 绝对是团队战中的核心突破手 迅速撕开对方的防线,为我方创造优势 那关于门派机制的部分 天人可以通过几斩魂火进入修罗姿态 减少所有招式7D2秒 最多持续15秒 期间所有的招式获得加强 天人作为爆发性的选手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可能带来局面的反转 是团队中尤为关键的一员 那天人作为近战的输出门派 目前是所有门派中输出最高的角色之一 他的技能组在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 拥有丰富的位移 灵活就是天人的代名词 他也正应如此 通过瞬间进场造成击杀 拥有着打开团战突破口的强大压制力 需要注意的是 天人的技能位移相对重要 实战中不及就全部交出 可以在各个技能之间多穿插普攻 利用好释放技能后的普攻12米突进 完善技能组 循环的同时让角色更加灵活 那我们的角色定位就是火属性近战爆发 门派优势是瞬间进场输出 团战后排杀手 门派的略势是防御较低容易暴毙 进场时机要求较高 下面给大家讲的是 关于他的主动技能的数值 以15级为例 首先来讲到第一个技能叫 苦地 骑血一 骑 获得20魂火 向前滑行使命 凑成288%的伤害 期间免控 那如果有修罗效果就是被动的修罗 会增加一秒的定身 骑血二 错 获得20魂火 对8米举行范围造成两段刀气 第一段238%伤害和减速70% 第二段造成476%的伤害 加上被动的修罗 范围扩大为12米 别有段增加击退 刀气爆裂 造成200%的伤害 并眩晕两秒 第二个技能 极地 骑血一 零 获得20魂火 突进至12米处 对5米范围造成408%的伤害 期间免控免伤害 减速其他招式 一秒 在有被动的修罗加身时 使目标定身 沉默1.5秒 伤害提升至648% 并扩大至6米范围 其血二 赢 获得20魂火 拉回 沉默前方12米目标 并造成648%的伤害 若打断施法 则减速5秒CD 配合被动的修罗 拉回范围提升为52米的半径 并沉默1秒 伤害提升至672% 伤害并扩大方位2米 第三个技能 到底 骑血一 顺 获得20点的魂火 解控并对12米范围目标 造成222%的伤害 并免伤免控4秒 配合修罗的被动技能 使目标减速70% 且禁用轻弓 持续3秒 骑血二 散 获得15点的魂火 解控并对12米范围目标 造成222%的伤害 并免伤免控3秒 每命中一个目标 效果延长0.5秒 且而外获得2点魂火 搭配我们的修罗被动技能 使目标闪避降低30% 持续5秒 4技能 灭地 骑血一 断 获得6点魂火 推进至10米范围内 对6电商目标 造成140%的伤害 和一层标记 并终后可施展距离 伤害均提升的后续胶势 施展4次后 对15米范围内目标结算 每层标记受到80%伤害 CD提高5秒 配合被动技能收罗解控 对生命低于25%的目标 造成的伤害提高50% 骑血二 绝 获得20点魂火 突进至12米的范围内目标 造成8米 存异736%的伤害 并使其浮空 攻击期间免控免伤 收招时再次造成368%的伤害 再配合修罗的被动技能 范围内目标CD阵停 收招额外造成274%的伤害 那我们的天然的核心机制的被动技能部分 就是来自修罗 每集展150点魂火 可释放修罗到 进入修罗姿态 所有招式获得加强 每秒消耗10魂火 持续15秒 期间释放技能 不再会的魂火 还有其他的被动技能 包括魂心 角色提高20体质 与30的力量属性 叶果 每损伤10%的生命 提高3%的伤害 轮转 重伤玩家后 重置所有技能的CD 并回复10%的生命 120秒可触发一次 好 在以上的技能制造之后 不管是主动技能还是被动技能 大家有看到 我们其实基本上每一个职业 都是有两种形态 就是打发打错是不同的伤害 作为这个高爆发输出的 这个进阵职业 在他就是我们的 这个天然在我的理解来说 他就是我们的职业刺客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刺客都是高爆机 高爆发超级多位移 他是在我们的同样当中 就是可以很快的去击杀 我们的后排的敌军 这个时候能造假场上 改变我们所有的战况的部分 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关于天然这个职业 那天然作为我们现代版本中 输出最高爆发最强势的门牌制 虽然在自身属性上 生存能力非常的差 但是其技能组的大量位移效果 一定程度弥补了深版的劣势 在实战中通过不同的操作 可以将天然的上线抬得非常的高 一个玩得好的天然 能把握好快速进产与拉开距离的时机 在与对手换血时 为自己争取极大的优势 那天然也要需要时刻注意 对方与自己的距离 避免被敌方远程角色放风筝 多利用技能组以及普攻的各种位移手法 把作战距离的主动权 把握在自己的手上 将自身高输高爆发的状态 近距离的优势最大化 好了以上的部分呢 就是关于我们天然的职业的身份定位 还有包括的技能的展示部分 不知道有没有对你有帮助呢 如果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加拉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